明师出高途,学生有时会反映出老师的高度 老师要敢以学生的成果来检验自己的水平 以求长进,在许多人心目中训练好像是艰苦的 所以一提到刻意训练就感觉要吃苦了 我们不妨巧妙设计,让刻意训练变成无意训练 让训练在不经意间完成 这正是老师要掌握的教学法 何谓明师,教师要自问自己是不是明师 又自问如何能成明师 教师要善于连接,例如比喻 就是将熟悉的事物与深奥的道理连接 若不是这一层的连接 学生或许无法把握那个道理 老师像巧匠,不能随便说话 他们要小心雕琢,呵护孩子的自信与自尊 老师要知道教什么内容 还要知道为什么要教这些内容 他们知道做什么事 还要知道这些事的法则 孔子是成功的老师 还是成功的校长 更是成功的先驱者 很多人是成功的老师 不过还不是成功的先驱者而已 所以不要妄自斐薄 教师一人站立讲台上 有时候深担影之 可以适当连接其他的教师资源 消除育人路上的孤单 孔子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 在你的教育下 有没有出现一些贤学 是证明你是明师的凭据